來囉 開始囉 開始囉 馬可放大 這裡的題目說 冷風附近 到底呢 假到底它的氣壓怎麼了 我這裡呢 畫了這張圖 寫了很多文字 我們先看 但是我要提醒你 這張圖叫做什麼 錘子剖面圖 錘子剖面圖 所以呢 如果要解決氣壓 等一下要回到地面天氣圖 所以我這裡才會說 必須要再參考某一題的圖形 但我們先解決它 來 冷風面 三角形的符號 然後呢 這裡的夾一餅 餅 蜂蜜即將移動過去的方向 所以我這裡才寫蜂蜜前進方向 所以餅在冷風前 夾零 冷風後 上面畫了一朵雲 寫了雞與雲 雞狀雲 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的夾在冷風後 冷風 風後降雨喔 OK 但是現在的問題叫做 題目在問誰呢 氣壓值 對吧 氣壓值 到底夾一餅之間怎麼了 疑 它的氣壓值最小 理由叫做 來看第九題的圖 第九題在哪裡 來 這張圖 我這裡故意標了夾一餅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為了搭那一個 然後呢 我再把它給放更大 請你眼睛看得更清楚一下 越靠近這裡面是L 氣壓值越小 你有沒有發現 做剖面圖如何呢 以封面當箱 比較靠近L 夾 還有丙如何呢 它們兩個點在這條線上 所以是不是等於 越靠近L 氣壓值越小 所以魚的氣壓值最小 甲餅的氣壓值差不多 所以我才說 剛才的那一張圖沒有辦法解決 你要看這一張 你才能夠解決 喔 原來 怎樣 你要痛罵我 我的很猥褻嗎 然後 你要進去 你要進去 中間這裡 配合那個地面天氣圖 中間這裡的話 氣壓值最小 所以你的答案會挑誰 0 欸 C選項 也就是 宜的 氣壓值最小 甲餅會差不多 OK 這還是在提醒你 地面天氣圖你要去看 也就是你要搭著這張圖 你要搭著它 所以當時呢 你們課本我查編說 你要跟我畫一遍 就是為了這件事 好啦 那就這樣囉 我要給暫停 天啊 阿唔 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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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